然后去把它融合运用 创立了所谓的战焰判 那我们的派系跟其他派系差别在哪里呢 慢慢学的大家都知道 尤其当你上到后面的进阶二 进阶三 进阶四以后 我们可能就会扯到所有的盘 再加上那个斗军盘啊 还有其他派系我们都会融入进来看 那这个很快的 大家很快就会慢慢的 对这些名词都会很了解的 我们慢慢的 那当然这里有提到 有提到说这个我们的战焰派啊 因为我们既然是要上战焰派嘛 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在台湾其实台湾有一个天体商人啊 然后出了很多的战焰派的书籍 整系列的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其实后来我知道很多 大概我我还年轻 我还学生时代的时候 然后我就知道有这个战焰派的关系 然后就大概那时候都是天以上人在上的 所以他教了 他在台湾教了很多的学生 然后我的上面的这个焰正木老师也是他的学生 包括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我的弟媳妇的爸爸 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然后我弟跟他的 他的女儿在交往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跟他们租房子嘛 然后知道说他会算命 那时候我们就很爱算 美女那他要下来来不管的时候 我都请他帮我批一下明年的流年 就觉得说他讲得好准 后来才知道 他那个也是战焰派 他也是跟天以上人学的 OK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就说 范正木老师是我上一代的老师 那他就说他是55代 所以他在我的书上面 给我的那个序言就说 那我是56代 那你们以后就说你们是57代 OK 好那所以这里就有提到的 刚刚提到就说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有分这些派系 这个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可能会忘记 只是至少你知道说 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派系 比如说像有所谓的北派 北派呢 他只要他重视的时候 从哪边飞到哪边 从哪边飞到哪边 好你们听到这个飞 这名词是不是很纳闷 待会我们也是慢慢进入状况 我觉得这个名词上面解释 可能没有办法很了解 我们跳过去好了 你们解释讲一上面都有 我们讲里面会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好了 所以呢 我想呢 今天第一件事情呢 我要开始讲一些基础的东西以前 请大家先把软体安装起来 因为这最重要嘛 对不对 回去你要开始玩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怎么安装软体呢 你可以 我们软体是网页版的 这个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有浏览器的地方都可以打上这个网址 就可以连进去的 然后或者是现在在现场 你们手机拿来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也可以 你们扫描这个QR Code 它其实也就是带出这个网址 然后你就等进去 好 等进去以后可以看到画面 我现在也来连线跟你讲 我们先把软体操作起来 然后你们连上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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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画面 我画面掌得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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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面 这个是你们画面上的 上面都能進去了嗎 是不是我看得到一個燈幕帳號的地方 這個燈幕帳號就請輸了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下面的密碼通通都不用開 我目前的密碼都空白 那回去以後 剛剛那個畫面 密碼沒有開嗎 只有燈、手機 沒有 因為剛剛畫面文寫完掉 書的第一頁 封面上面就有QR Code 書上面 最前面的 因為我剛剛把QR Code關掉 那你們看書本的第一頁 就有QR Code 那個一樣的 掃那個一樣進入我們的軟體裡面 書本上面都有 這個都畫了 會感激的 這要QR Code按了嗎 等一下他 密碼應該是回去會叫我自己 好 現在你們看到了 你們密碼都 目前都先空白 那請大家記得啊 你們回去有空的時候 下面這裡可以登入去Bank密碼 下面有沒有 那你們可以下去 你們進入Bank密碼的地方 我進來給你們看一下 你進入Bank密碼這邊 一來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的 我的畫面是什麼 然後你們進來這邊就可以去輸入新的密碼 那你也要輸入啊 下面這邊的帳號也要輸入啊 你是說 這個登入帳號也要輸入啊 剛剛都是 帳號都是手機號 下面那邊獨立的另外一個頁面 所以下面也要打帳號 也要打電話 然後還有進入貝更嗎 對 進入貝更 你就可以進去說 書你的密碼 那記得 你密碼改完以後自己要記得啊 不然有一天到齁 我為什麼進不去啊 幫我看一下我的密碼 好這樣子 然後上面可以看到說 我開到一天到什麼時候 那我就說 問這個班比較特別齁 因為這次開36小時 我就乾脆送給大家一年 後來之前大概適用都兩分月的時間齁 老師他這密碼應該沒有規定說 欸 這是記錄性嗎 沒有沒有規定 目前的密碼我沒有幫你們設定 目前的密碼我沒有幫你們設定 所以目前的密碼我先控把你們回去再設定密碼 再改密碼 好 我先講到這個地方齁 那我們請同學協助你們把這個網址給拉到桌面 那以後比較方便用 那我自己先請問回來 好 各位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學過其他的分明的東西 有沒有學過八字啊 或者上過其他 有沒有人上過其他的算命的知識 沒有齁 所以你們知道什麼是陽力什麼是龍力嗎 不知道 知道嗎 這就是一般的常識齁 好 那這裡因為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再來詮釋一下 重新再定義一下齁 再來在以前呢 我說真的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什麼是陽力跟陰力 我只知道陽力跟農力 好 請這樣 好 那所謂陽力當然是太陽力 所以以太陽為主的 以太陽為主 以地球繞太陽一宗 為一年所定出來的立法 所以這叫陽力 那陰力呢 當然就是以月亮繞地球一個為一個月 所以十二個月為一年 然後當然有所謂潤力的問題 所以所定出來的立法就是稱為陰力 好 所以以前最早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有西元力跟農力 不是很清楚 原來我們的西元力的話 走的是完全的陽力 不是以太陽力為主來論的 然後我們一般我們所知道的農民力 今天農力幾月初幾 其實就是以陰力為主的 因為是以太陽力為主 到地球為一個 到地球一周為一個月 這樣的一個方式算出來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裡下面提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說 所以各國通用的立法 大部分都是為太陽力 即所謂的陽力 也就是所謂的公園力 那農力呢 那何為農力 我們常常在講農力 農力當然是農民力 就以前我們傳統的 中國古代的農民 他們在耕種為主要的一個立法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依據來看的 然後中華立代所用的立法為陰力 所以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今天農曆是八月幾號 國立是九月幾號 然後農曆是八月幾號 這個叫做是用英曆為主來算的 但是呢 你又會常常聽到什麼 今天是什麼 雨水啊 或什麼節氣方面的問題有沒有 雙降啊 或是立秋什麼時候 立秋什麼 這就是所謂的節氣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原來呢 所以中國人所用的農民曆 就是所謂的傳統的陰力 加上二十四節氣 好 二十四節氣它是屬於 以陽力為主 以太陽為主算出來 是以太陽為主算出來的 是以太陽的 這個以前我也曾經都誤會過 所以二十四節氣呢 它是以太陽為主的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有點陰陽合力的 因為二十四節氣它其實是 你會知道的 算的按照的太陽 比如說我們立春 每年的立春 就是農曆的 真正的要立春啊 可能股位就剛好是一月一號 農曆一月一號 但是它會剛好固定是在 國立 陽力的二月四號 或者二月五號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它是以太陽為主的一個 篩口的方式算出來的 盤出來的 所以二十四節氣呢 它是按照太陽以太陽美 二十四等分而得到的 那農曆的月日跟潤法呢 屬於陰曆的部分 編在一起呢 所以我們中國以前 傳統所用的 其實也是一個陰陽合力 然後我們沒有去注意那麼多 就叫慣了陰曆或者叫農曆 所以有點混在一起了 所以今天先了解 所以這裡我就整理這張表 這張表你大概就隨時可以去分一下 所以大概二月四號五號 我們大概是立春 立春開始 一年的開始 但是它是不是剛好農曆的一月 農曆的一月份之後 還是一月份之前不一定 按照農民曆來講的話 英曆來講的話 不見的是過年之後 或者過年之前 所以每年的它會跑跑跑 因為陽力跟 所以才沒事也需要去做調整一下 不然就會越超越越遠了 所以如果在二月四號之前 還是前生的還是前面那個生效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又有派系 不是派系 你學的是什麼基礎 假設以指紋斗數來講 指紋斗數 所以我剛剛還沒有講到 真正進入指紋斗數的主題來講 指紋斗數它其實也是因力的東西 那我們以前去外面 請老師批八字 那個就是用這個什麼 那個二十四節一期來談 也就是說你如果二月四號之前的話 出生的話 那麼用八字來講 一定是前一年的生效 但是如果你用指紋斗數的話 它就用你農曆 你哪一天過年了以後的那個再算 然後再慢慢的進來 再慢慢的講 這個就慢慢大家就會知道 所以在快過雷那個階段 或者是在逆村之前 那時候就會比較有正義 那有時候比如說用八字 你可能是算下一個生效 然後用指紋斗數 可能是成一個省性的不一定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在什麼時候 秋白 在白鹿嘛 在白鹿嘛 對不對 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到9月23號 今天9月19號 所以要過幾天呢 好像下個禮拜禮拜幾 所以禮拜五就 禮拜五就23 禮拜五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注意到 這個是正月有沒有 一月份 正月 然後二月份 當然這個正月跟我們真正的因例 我們在算的那個因例的那個正月 不會覺得 不會剛剛好 這是用二十四節氣來劃分的 所以呢這個正月的話 畢春跟雨水是同一個月的 那二月份是金子跟春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 農曆的八月份 它是白鹿跟秋分 所以當你跑到秋分這個節氣來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那個甘之 但我們要進入那個萬年曆來講的話 就會知道了 你就會發覺說它的那個甘之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人會化分 好 那節氣節氣大家都聽過吧 其實它是兩個名詞 一個叫節一個叫氣 所以前面這個比如說這個八月份 是白鹿跟秋分對不對 白鹿就叫節 然後秋分是氣 所以它一個月會分成兩半 十五天十五天的 上面稱為節下面氣 那一到節的時候那個甘之 那個月曆的甘之才會變 那好我們就緊接的很快的 要來看那個甘之的問題 如果說你們現在剛剛系統都進去了 你們可以把這個萬年曆給帶出來 可以可以把手機剛剛你們登附進去 把萬年曆登附進來 我教你們看那個萬年曆 你可以先進去萬年曆那個功能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萬年曆怎麼看 這上面當然一進去一定會秀今天的日期 所以你會看到上面有那個什麼某年某月 對不對 然後上月下月你要千月千萬到下一月 就是萬年曆的一個格式 那如果說 要再按嗎 不用 那因為這個畫面是我去年做的畫面 所以這邊是停在2021年的七月份 那你的現在畫面出來應該2022的九月份 對不對 好你的上面是不是還有一個 button 叫做什麼取得現在的時間 對不對 好你知道為什麼要這個嗎 這個因為你人在哪裡啊 假設我是要去到加勞大 那你要取得 因為這個日期時間出來的話 這個日期時間抓的會是主機 因為這個位本的主機 位本主機在哪裡 這個位本主機是 雖然這個是美國的主機 但是他有發了台灣的時間 所以他會抓的是台灣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能去到加勞大的話 因為你是用手機在扛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有同步 會自動變更日期時間的話 你按取了當地的時間的話 他會變成那邊的時間 如果沒有是因為你的手機沒有去同步 同步可以一變更說 你現在手機的位置換到哪個位置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這個就是為了那樣子的一個作用用的 好那同樣的你隨時你按一下鈕啊 你就可以切換到那一天 然後下面這裡啊 比如說這個是7月份 那1號7月1號是從禮拜四開始 下面這個小字當然就是農民曆的那個 因曆的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點 然後比如說這邊等到7月20號的話 下面這裡有寫6 因曆是幾月幾號 然後最重要就是要講這個東西 接著我們要講這個 辛丑年以未月幾世日 那像今天呢 你們給我聽今天是什麼日子 一年一月一年有月一二月一二月 OK好這樣子總共有幾個字 什麼年什麼月什麼日 什麼日六個字 其實年度啊會有一個天剛搭配一個地支 所以像今年是任禮年嘛 那這是去年嘛 所以去年是辛丑年嘛 然後再來的話 月月也是一個天剛搭配一個地支 日起也是一個天剛搭配一個地支 那為什麼叫八字 還有另外兩個字是什麼 十成 那十成也會算出一個天剛跟地支 那我這個畫面沒有 那你想要知道說 今天的中午出生的話 我們知道是五十嘛 但是搭配的天剛是什麼 你往下面搭 下面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這個畫面 有沒有 你看到那五十 那上面會有一個搭配的天剛是什麼天剛 有沒有 最下面那裡啊 像五十的話 今天的五十搭配的是 人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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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說 所以如果你今天小孩子出生 你不用去給人家排名盤 你光是有這個萬能力 你就可以知道 你孩子的八字是什麼了 這叫八字 這八個字啊 所以我們出生十成都抓到十成了 也沒有抓到幾分 那當然八字都算得比較精準 是因為有時候比如說 我哪一天要換節了 然後那個節一換的話 這個月令 乙位月就會換到下一個月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 乙在 這是別 這是從乙毛成 是五位生 所以下一個月令 所以乙位月的下一個月令 或是什麼 乙生月 就一樣的天干跟著走 地支慢慢的走 這樣子來走的 大概是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出生的 你小孩子出生的那個時間 剛好在節氣變的時候 幾點幾分就很重要了 所以以前八字比較難設計 是因為他會算到幾點幾分 要抓出那個 就是大運 反正那個比較複雜 可能有機會再解釋給你聽 OK 所以這樣子萬能力 大概是這樣子來看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過頭來解釋 十天干和十二地支 是所有學習武術之類的東西的 一個基礎的概念的東西 那何謂天干 何謂地支 那當然 我記得曾經有人說 你要不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開發成英文版的 讓外國人來用我們中國的指紋 都是來算算力 那我曾經也跟我們家女兒講說 你來寫看看好不好 怎麼翻譯 那個夾怎麼翻譯 那個底怎麼翻譯 那個子怎麼翻譯 天啊想一想一次 我們身為中國人的話 他看到這些名詞 大概都會從小而入木蘭 大概都有一個概念 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那對一個完全不相關的 真的講不通 我記得我上次 大家知道我前陣子去加拿大 那我去衛歌環 然後去我朋友那邊 然後他的孩子 都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然後說 一樣我們都是用中文交通 那個溝通 那從小媽媽一定來教媽 學一點中文的東西 說來阿姨幫你算命 他真的很難講 這個原因是怎麼動動動動 然後搖搖頭 他不懂 所以有很多我們中國固有的一些故事 還有包括這些天干地支 那個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所以我早上要跟完全不同背景的講 我們的這種理論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覺得以後後代或許不可能 就像現在我們這邊的年輕人 很會吸氧的一些占星樹林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帶我們下一代去掛陽光大塔 就會知道說